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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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很清楚的就是说我要很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 最近有个超级富豪说爱国就是要说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这是李嘉诚所说的 严復的言论自由的真谛 就是他译论自由这本书 他自己在译本的繁例 意思是说这本译书 这本译文的翻译取向和如何译这本书 我只是介绍一下 在这一篇文中这一段说话 老实说在当时的中国来说 真是宅地有声 言论自由就是要平实地说实话说真理 第一就是不为古人所欺 就是说你不可以盲从古人 不是每次都古人云 孔子弱 孔子弱 孔夫子有很多东西都未必是对的 孔子也是 所以一不为古人所欺 第二最重要 不为权势所屈 这个被权势所屈 所有知识分子都习惯了 用什么呢 对于有权有势的人 或者面对这个权势 你会不会这么轻易去屈服呢 另外还有 条件就是 如何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客观的标准呢 就是说 要使真理事实 虽出之受敌 不可废有 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毛病 就是以人废言 因人废言 这个说话的人 或者发表意见的人 他是我敌人 或者我不喜欢的 他说话是对的 我都 把他废弱 废弱的意思就是 我都不会听的了 我都不会认为他是对的 这是因人废言 即是黄毓民就经常被人因人废言 是吧 又或者 使理貌事无 须以君父 不可从有 又或者 发表一些歪论 甚至乎说一些东西 是荒诞不惊 甚至乎 是不符合 这个所谓公义的东西 说的人 就算是 所谓君父者 皇帝 我的老爸 即是 权威 政治权威也好 总统也好 皇帝也好 甚至是我老爸也好 不可从也好 你的君父 理貌事无 说一些很荒谬的东西 是吧 或者去诬猎他人 或者说那些 就是 根本是 跟大众的意愿 背道而驰 亦潮流移动 的人 即是他说那些东西 就算那个 是我老板 我老爸 是吧 甚至那个是总统皇帝 你都不可从也 此之为自入 他就引述这个阿里士多德 说的 不爱吾斯柏拉图 性于愚蜜 而不爱真理 就性于吾斯 这句话很多人都听过 是吧 即是 不爱吾斯 但我更爱真理 是吧 这个就是 刚才我提到的 是他上文我说的 属于理貌事无 须以君父 不可从也 他一世间一切 发为至成大功 不可见天地 而不勃 自白世而不惑 未有众子 而得为圣言 即是 如果是 要做圣言 或者你可以留方白世 令到很多人都会怀念你的功德 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这种 所谓言论自由的胸襟 或者是 对于言论自由的看法 是要这么正确才行 即是如果你违背 即是这种说法的 或者违背这个原则的 即是 你很难做圣言的 是吧 你是会 即是失败的 是吧 所以他认为 就是中国 民智民德 有进金之一时 则自保爱自由之 是吧 中国的民智 是吧 即是人民的 所谓智慧 或者他受的教育 人民的道德 如果你有进步 是吧 就一定由这个 保爱真理之 保爱真理前 一定是要 爱护珍惜 这种这样的真理 即是 这个是 在他那个时代 逆一本 论自由 然后有这种 这样的看法的人 都是第一个 是吧 是吧 但是 令到我们很感慨的 就是 就是 嚴伏先生 在差不多一百年前 一百 就是 上一个世纪初 上去 一百年前 说这些东西 今时今日的中国人 竟然是听不懂的 是吧 刚才那段说话 西方人 他当他那个是一个 比如西方文明的社会 他当他那个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是吧 但是 在中国来说 很多人都听不明白这段说话 是 所以 我们都要稍微休息 要稍微休息 才能不思论 那么 他说 他在一个人 他说 他在一个人 在哪里 有什么东西 没有